是我的頻道成立以來 史上最大的開箱 用火柴點蠟燭是一個史上最療癒的動作 既然這麼便宜的東西可以 質感做這麼好 我真的是覺得太驚人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美根 今天的影片呢 應該是我的頻道成立以來 史上最大的開箱 我看到後面這一些 我自己都有點慚愧 因為後面這個箱子真的太大了 你們看一下 拿我自己當比例池 這個箱子比我整個人還要寬耶 而且呢 你們以為就走這樣嗎 沒有 這個箱子的後面呢 你們看 後面還有一大箱 我這次在逃跑上面 真的買超多東西 那我這次買的東西呢 幾乎全部都是北歐風的家居產品 因為呢 最近以防疫的時間 大家應該很多人都一直待在家裡 因為像是我呢 真的就是瘋狂待在家 幾乎除了去超市以外 我都沒有出門 所以呢 我真的在家裡覺得我快要瘋了 我真的要瘋了 我之前如果在家裡待膩的時候 就會去外面的咖啡廳 換換心情啊之類的 但是呢 最近真的沒有辦法出門 所以呢 我打算 我要自己在家裡改造一個小小的空間 變成居家咖啡廳 所以呢 這一次我就買了很多漂亮的小東西 其實要來佈置我的房間 那今天的影片要有抽獎活動喔 我有多買一組我覺得很漂亮的家居擺設用品 要送給你們 所以如果你想要參加抽獎活動的朋友們 記得看到最後唷 好 那我們現在就每工都拿出來 一起來開箱吧 我也超級期待我究竟買到的東西 食品是如何 那現在你們看到這部影片的時間應該是6月18號 現在呢 正式淘寶一年一度的618購物節 所以大家你們看完今天這影片 如果有哪個東西心動的話 記得要趁今天去下單喔 那如果你是想要買淘寶的朋友們 記得不要忘記使用Shotback這個軟體 如果你有追蹤過我很久的朋友們 應該都知道我是Shotback的忠實腦粉 我真的幾乎每次線上購物的時候 都會使用Shotback 那如果你還不認識Shotback的朋友 它是一個現金回饋的平台 就是你只要註冊他們的會員 你就可以去他們的網站上面上有 超級多不同的商家 不管你是要購物啦 旅行啦 或者是現在你很常叫外送啦 各式各樣的網站 你從Shotback連結到這些網站去購物的時候 都會有現金回饋 而且讓我最喜歡的一點是 Shotback他們的現金回饋 是可以跟信用卡併購的 所以等於呢 你在購物的時候會享有現金回饋 它會直接回饋到你的帳戶裡面 不管你的信用卡是回饋1%還是2% 甚至是更高 你都可以兩個加乘使用 等於你買一次可以有兩個的回饋 所以我平常在線上購物的時候 我都會使用 Chrome這個瀏覽器 並且裝他們Shotback的外掛程式 這個外掛程式真的超級方便 因為它會告訴你 哪一個網站是跟他們有合作的 它就會跳出通知跟你說 如果你買這個網站的話 Shotback是有現金回饋的喔 所以呢 我的現金回饋在我使用 大概已經3-4年下來 真的回饋超多 我之前一次可以領到2萬元的現金回饋 是真的很多 因為我不管買手機 買電腦 買相機 這種高單價的產品 我都直接在Shotback上面做回饋 所以現金回饋加信用卡回饋下來 真的很多 大家如果你還沒有註冊Shotback的朋友 我真的強烈推薦你 一定要去下載註冊一下 我會把他們的註冊點檢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而且呢 這一次淘寶618的時候 他們呢 是有30%的回饋 天哪 30%超級多耶 所以大家真的記得去把Shotback的軟體下載下來 並且使用我資訊欄的註冊點檢 趕快把它註冊洗啊 這樣子你們以後買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順便存下很多錢 天哪 我終於把它割開來了 它的這個包火真的是包得非常的緊密 好的 先來看一下這一箱是什麼 哇 我真的是也要忘記我到底買了什麼東西 欸 這個是什麼 我真的一點印象都沒有耶 噔噔噔噔噔噔 這一家店呢 我買了很多的拍照道具 就是呢 因為其實漂亮的擺設呢 你就是要放很多沒有意義的東西 就會讓你的空間變得很漂亮 所以呢 我這次就買了很多看似沒有意義的東西 但是我之後就是拍照可以拿來用了 好 首先呢 我買這個 欸 它很可愛耶 它是一個就是拱門型的擺設 那這個擺設我會特別挑它的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你如果在裡面放小東西會非常可愛 譬如說你如果有香水啊 或者是蠟燭擺在這個裡面 放在那邊就會很可愛 而且它的顏色呢 是這種裸膚色 我很喜歡這種暖色調的感覺 所以欸 這個我覺得很可愛 而且它的質感很好耶 我原本以為它的那個木頭寄來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看起來很廉價 但是沒有耶 因為這個一個超便宜 這個好像才100多塊吧 就真的很便宜 在淘寶買這種白色的東西真的很划算 而且你們看我這些這麼大一個東西 我記得我的集貨的運費不到2000元 而且我這個東西是真的很重喔 我這裡有一個架子 後面那裡呢 是一張咖啡桌 所以它都是非常重的東西 但是寄來的時候 它竟然只要不到2000元的運費 讓我覺得說欸 真的是很划算耶 好 下面一個東西我們來看看有什麼喔 好 下面一個東西呢 我們來看看 這個呢 也是一個擺設的東西 那這個呢 它是一個羅馬的這種 平台 這個呢 我也是打算要把它拿來當作拍攝道具 你們看後面這個很大的 是我有買了一個三層的架子 這些東西我打算之後就是把它擺設到我的架子上面 這樣子呢 我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在家裡拍照 或者是在家裡擺一些漂亮的東西 會讓我覺得心情很好 如果你有追蹤過我很久的朋友 應該就知道我是一個非常在意居家空間的人 就是居家空間如果沒有漂亮 會讓我覺得心情很差 所以我平常真的很喜歡就是花時間去打造一個 我自己喜歡的居住空間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們現在每天都待在家裡 我很希望我居住的空間是一個舒適讓我心情很好的環境 好 下面一個呢 我買的是這個 我買的這個呢 它是一瓶火柴盒 你們看裡面呢 它就是白色的火柴 那這裡呢 是它可以拿來點火的地方 就是跟一般的那個盒子的火柴長得比較不一樣 那我會買火柴的原因呢 是我要拿來把它點蠟燭 應該很多人在點蠟燭的時候都會使用電子的打火機 我自己以前是這樣 但是呢 我前陣子在美國的時候發現 美國他們很多人在蠟燭的旁邊會放一盒火柴 結果我發現 用火柴點蠟燭是一個史上最療癒的動作 它真的是一個充滿儀式感的感覺 真的 你如果沒有試過的話 我非常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 你光是把這個火柴拆開來 從旁邊這樣子畫一下 點火起來 然後再點到那個蠟燭上面 光是這小小的動作 真的就會讓你覺得心情特別好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代人都非常習慣要很快速的完成事情 所以呢 每次在做事的時候都想要趕快加快加快加快 或者是一直優化優化優化 可是呢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都忘記 慢慢生活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情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家裡準備一些你自己喜歡的蠟燭 配上一個火柴 晚上睡前的時候點起來 再看一下書 那個感覺真的很好 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可以把自己的家裡改造成一個自己喜歡的空間 因為我覺得生活空間如果是你自己喜歡的話 你整個人的心情還有你對生活的想法都會不太一樣 真的相信你們有機會的話可以試試看 我們現在來看下面這個東西 下面這個呢也是剛剛的羅馬架 那它這個呢是比較矮一點點的 大家我跟你們說 如果你們想要在家裡擺設的話 這一種高低的層次是很重要的 因為呢你如果只擺一個東西 放在架子上的時候它相較起來就會比較單調一點點 這樣高低白色起來的時候 你的家就會更有層次的感覺 所以我就買了兩個一樣的東西 它這個質感真的很好欸 我會把賣家的連結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如果你們要買的話可以買 我覺得這一家就是這些拍照道具的質感真的很好欸 下面一個東西呢是這個 它是一個很可愛的拱形的盤子 這個呢你可以把它這樣直立的放 你也可以這樣子平平的放在那邊 上面呢你就可以擺香水啊 蠟燭或者是一些小東西 天啊這個質感也很好欸 而且它的這個木頭是不會刺刺的 因為我原本很擔心說就是它摸起來 會不會渣渣的或者是很沒有質感 就是我剛剛不是說我很喜歡東西有層次感嗎 所以呢我都是買這樣子一組一組的搭配 這樣在擺設的時候就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擺法 你們看這兩個超可愛的 而且我在買的時候我都有去想他們的配色 就是你們看這一些都是同色調的東西 所以你在家裡擺起來的時候就會很漂亮 如果你也是想要佈置家裡的朋友們 記得色調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好我們現在進入下一個東西 我們來看這一箱是什麼 好下面一個東西呢我買的是一個小小的杯墊 我那時候在淘寶看到這個 覺得它的樣子很特別 就是以這個當作杯墊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但是呢我其實下單之後才想到說 它是木頭的 你真的在喝冷飲的時候不曉得 這個木頭會不會用久的時候 上面都會有那個水的痕跡 所以呢這個我不確定 但是呢它一個單價只要大概五六十塊 我想說這麼便宜就是可以買一下沒關係 下面一個東西是我買到我覺得超級有質感 而且也是我這次要多買一組送給大家 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花瓶 這個我覺得超美耶 而且呢它的那個陶瓷的質感是很好的 因為我原本以為我拿到它可能是那種 輕輕沒有什麼分量感的東西 結果它竟然是紮紮實實的陶瓷 你們聽一下 欸它真的很有質感 我有驚嚇到 它是做這種半橢圓形的感覺 那這裡呢你兩邊是真的可以把它拿來擦花的 那我還要買另外一個呢 是跟它同樣一個色系的 它是這種原色調上面有一些些天然的這種斑點的感覺 那它一樣也是兩邊這裡可以擦花 欸這個我覺得很美耶 而且它真的質感非常的好耶 這兩個花瓶就是今天我要送給你們的 所以大家記得看到最後喔 接下來呢我要來拆後面這個非常大的架子 我原本以為它應該就是包起來會是蠻小的 結果沒想到竟然是這麼大一個架子 我有點嚇到 把它打開來 我今天拍影片的時候還特別穿了牛仔褲 因為我常常在拍影片的時候 我都上面穿就是正常的衣服 但下面都穿睡褲 但是今天我就覺得說 我非常有可能會露出我下面的褲子 就特別去換上牛仔褲 不然你們就都會看到我的睡褲到底長什麼樣子了 這樣拆這個包夥有種 季爽快 又覺得天啊好累的感覺 我真的是要大大稱讚淘寶的賣角 它們真的是東西都包得非常紮實 給你們稍微近看一下 這是我目前拆的狀況 它呢就是一個三層的架子 它是做這種鐵的 我打算呢就是把我今天買的東西 就這樣子把它擺在上面 就是我會在想說要怎麼讓它可以擺得漂亮 還不錯 它的質感蠻好的欸 我等到之後把它佈置好的時候 我再發我的IG限時動態跟你們分享 如果你想知道我之後是如何佈置它的話 大家可以先去追蹤我的IG Megan's Talk 好啦我剛剛先把垃圾清掉 我終於剩下後面這個東西 你們有沒有感覺把後面那個東西清掉之後 我整個空間好像變大很多 因為剛剛那個東西真的超級無敵大的 好接下來這個東西呢 我買的是一張桌子 我也是直接把它拆開來給你們看 好這個是桌子的那個台子 我買的是一個圓桌 好接下來這個 喔這個呢是桌子的角 我買的是有一個小小設計感簡單的小圓桌 哇天啊大家我發現一個驚天動魄的事情 這張桌子它的這個洞竟然沒有先鑽好欸 你是要自己用力的把它鑽進去的感覺 天啊我整個傻眼欸 通常這種東西它應該要先幫你鑽好洞啊 它竟然要你自己鑽欸 那我之後也是一樣在現實動態跟你們分享 這張桌子它究竟煮完之後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如果要把這張桌子煮完的話 我應該要花超級多的時間去慢慢把它鑽動 好那看到這邊的朋友們 我要跟你們說要如何參加今天的抽獎活動 我會抽出一位朋友送你們這兩個花瓶 好那首先第一點呢 是請大家幫這部影片點個喜歡 那第二點呢就是請大家追蹤我的IG Megastalk 我之後在抽獎公佈的得獎者的時候 也會在現實動態裡面公佈喔 那第三點呢就是請大家在這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們最喜歡在淘寶上面買什麼樣的東西 我很好奇你們平常是會買衣服啊鞋子 或者是買家電啊或者是家居產品之類的 我非常的好奇 或者是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這次618你們打算要買什麼東西呢 只要完成以上這三個步驟就有機會可以抽中這個 非常有設計感的花瓶 那大家記得在618淘寶購物節的時候 如果你們想要買東西 記得要去Shotback使用他們的回饋 就會有30%的現金回饋 真的超級多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如果你是新朋友還沒有訂閱過我頻道的話 可以把我頻道訂閱起來 這樣子之後有新影片的時候就不會錯過囉 那如果你們是想要追蹤我更多私底下的生活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IG Megas Talk 我都會在限時動態上面常常跟大家分享我的近況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觀看